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PA公民新聞報 動物保護法修正案 將在二零一六年上路 對於表演的展演動物的生活空間 以及福利有多項的規範 希望能夠保障動物的權益 但業者卻認為規定太嚴苛了 一走進台南歸人的世界奢望教育農場 裡頭的環境除了腳步通風 無日照 住所大約不到兩坪大 野生動物就待在狹小的空間中 彷彿囚牢 看到那些鳥就是這樣無精打采的 然後好像是不是还有一隻猴子是不是 那猴子其實就是有那種 好像有那種刻板行為是不是 我那時候看到的 覺得很不OK 對 但他們也不認為這是不對的 這才是要命的地方 鏡頭轉到同樣飼養 野生生猛動物的麻豆二魚王教育農場 裡頭的環境雖然乾淨許多 但是擁有生長5.8公尺 世界現存最大帕行動物的河口鱷 也是在約十平大的空間裡生存 如果我今天動物讓人去觸碰 那其實牠都會產生所謂的壓力 觸碰的壓力 因為牠沒有去經歷過 非同種的觸碰 即使是在同種這邊 就是同一個物種 牠在觸碰的過程中 往往都只有在求我的過程 預計於二零一六年開始實施的 展演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中規定 展演動物業的業者必須要向 主管機關申請執照 並設置專任動物管理人員 獸醫師或者是其他的專業技師 還要說明這些展演動物的來源 訓練方式表演工時 以及環境營運計畫書等繁複的規定 2016年即將上路的展演動物業 設置及管理辦法 目的是讓展演的動物 有一個更好的生存環境 但是這樣一個保育觀念的修法 政府也應該要積極扶到 相關業者如何轉型或退場 並將野生動物妥善 移送至更適合的生活場域 台北恩友中心致力於照顧街友 希望提供他們一個暫時的避風港 當中不少幫忙的志工 也是曾經受到幫助的對象 以過來人的經驗 照顧同樣弱勢的街友 悠陽的歌聲鎮鎮 這裡是恩友中心 在這裡弱勢者可以暫時吃得飽 穿得暖 家庭破碎與老齡化等原因 使這群人流離失所 讓他們只能蜷縮在社會的角落 恩友中心提供沐浴、公餐、暫時收容等服務 並定期探訪弱勢家庭 讓他們有主動選擇生活的機會 同時也明定規則 幫助他們改掉舊席 翻轉自己的生命 如果他真的希望生命有轉變的話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他旁邊 能夠去成為一個幫助的角色 穿梭在教會中幫忙的身影 許多是承受中心幫助的對象 他們努力改變自己的生活 也會來幫忙教會的事物 以過來人的經驗 幫助有同樣遭遇的弱勢朋友 雖然辛苦 但甘致如意 我以前也是在外面流浪 我們傳道對我很好 所以我就進來住了 一句溫暖的問候 一個接納的眼神 志工伸出的雙手 讓這群弱勢者 有個心理上的依靠 脫去冷漠的外表 這群人不只需要物質上的幫助 更需要社會大眾同理心的關懷 讓社會上能少一處被遺忘的角落